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鹿 欢迎来到今天的巴刀我小课堂 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在不打理头发的情况下 戴个帽子就可以出门 因为我平时是那种不爱做头发的人 我连卷发棒都没有 所以基本上我不是扎个辫子就出门 然后要么就是要戴个帽子就可以出门的 然后我现在戴的这一个呢是贝蕾帽 它现在是一种戴法 对就是这样 不用完全套进去 就套自己半个脑袋 然后这边一定要在耳朵前面要留一些头发过来 其实也是挡脸的 对 然后这样拍照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 其他多元的头发就卡后面 也可以塞在这个帽子里面 如果趴不稳的话可以固定两个叉子 这是一种戴法 然后我现在来演示另外一种戴法 另外一种戴法呢 我先戴一下 可能头发会比较乱 另外一种戴法就是这样 就是盖一点额头 然后也是可以从这边多抽一点头发打一下脸 这边从耳朵上面开始抽 然后整体贝蕾帽整体往后面一点 这是第二种戴法 然后还有其他的帽子给你们展示一下 然后这种帽子呢 一定也要前面也要留头发出来 这样 然后是戴在 戴在 稍微偏 偏 偏后脑袋一点 这样会比较好看一点 其实也可以这样戴了 就是 这样戴其实也是也是好看的 反正就是我觉得 就这边一定要留一点粗粗下来 然后再交给大家一种 扎头发的方式 虽然我也不会很亏杀 那就是这样从耳朵上面 两个耳朵上面 对 抓一把 这样留下来的头发也是正好的 其实扎扮丸子 或者这一个这样的小蛮尾 在那都行 我就扎个小蛮尾吧 很紧一点 就尽量这个蛮尾要高 然后就这样抄去前面 然后从这两边再抽点头发下来 主要是为了拍照的时候挡脸用一看 完成啦 是不是超级简单 然后今天的客户作业呢 就是扎这个半马尾 希望有加到你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